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7月12日的俄乌战报速递 还是非常感谢 伊凡少爷用户尾号6302 还有一身这三位网友 给雷哥7月11号的视频打赏 感谢您对雷哥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雷哥祝您事业顺利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好了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俄乌军事冲突第138天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数据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11日 俄军共济损失 士兵37400名 比昨天增加了100名 坦克1645辆 比昨天增加了4辆 步兵装甲车3828辆 比昨天增加了5辆 远程火炮838门 比昨天增加了4门 防空系统109套 比昨天增加了1套 军用汽车2696辆 比昨天增加了2辆 再来看一下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 7月11日发布的作战简报显示 在过去的一天里 俄军使用导弹摧毁了乌军在 蒂涅波罗 比特罗夫斯克地区 装有海马斯和M777弹药的仓库 俄空军空袭了哈尔科夫的一个 雇佣兵基地 250名武装人员被打死 25件军事装备被摧毁 炮兵摧毁了查索夫亚尔地区的一个 乌军据点 300多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被打死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双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近日传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 大布尔卢克镇 指派的行政官员遭汽车炸弹 袭击身亡 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11日谴责 表示这是由乌克兰当局的纳粹分子 所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 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东部的大布尔卢克镇 目前由亲俄行政单位管辖 该城镇的负责人 尤纳科夫遭到安装在汽车底部的炸弹炸死 哈尔科夫州在乌克兰东北部 自从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在2月展开以来 该州东半部被俄军掌控 但西半部仍处于基辅当局的管辖范围 包括该州的最大城市哈尔科夫市 虽然俄军目前集中火力 在乌东的卢干斯克与顿涅斯克州 但是俄军显然没打算放弃 本次行政中夺取的其他领土 甚至还在这些乌克兰城镇 指派新的亲俄行政官员 塔斯特先前表示 俄罗斯将在哈尔科夫州的布普扬斯克 建立起新的亲俄行政体系 就像他们过去在乌南赫尔松州所做的那样 然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城镇 急着指派新任行政单位的行为 时常造成冲突 有许多亲俄的武装团体 在这些遭俄军占领的城市中刺激行动 上个月也有一名俄当局指派在 赫尔松地区的高级行政官员 遭到汽车炸弹爆炸身亡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11日一处平民区遭遇袭击 目前已知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28人受伤 据报道 俄军近期对乌东地区的袭击越演越烈 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11日表示 该州首府哈尔科夫市一处平民区 11日上午遭遇俄军炮击 造成三死 包括一名16岁少年在内 共28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 随后也证实此消息 并称俄方使用MB30多管火箭炮发动攻击 另外俄军九日晚间 袭击了顿涅斯克查西夫亚尔镇的一栋公寓 造成数十名平民被掩埋致死 最新消息指出 救援单位已经从瓦砾堆中 挖出了24具遗体 现已确认 另外5名受害者已经身亡 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 目前救出9名幸存者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近日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 首次接受英国媒体采访 他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已经下令乌克兰军队 要收复被占领的沿海区域 这块区域对乌克兰经济至关重要 雷兹尼科夫表示 总统下令高层将领制定计划 等他们商讨结束后 表明达成目标需要哪些东西 就轮到我工作 我正在写信给伙伴国家的国防部长 将领说明需要的武器 然后再做政治决定 他表示供应给乌军的武器 以从苏联时期的装备 转换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标准的155毫米火炮 导向式多管火箭系统 以及高科技无人机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对此做出了极大贡献 雷兹尼科夫指出 进展时间很长 花了一个半月 但是我们最后达成了协议 乌克兰过去是苏联时代装备 30年前的旧武器 现在我们在三个月内 就换装了北约武器 雷兹尼科夫对北约伙伴国家 提供的援助感到满意 但对运送速度表示质疑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武器 需要加大运输速度 以拯救乌克兰士兵的生命 乌克兰每天都在等待榴弹炮 可能因此失去上百名士兵 他表示西方国家 直到现在才加紧供应武器 因为乌克兰证明了自己能够作战 在战争爆发初期 各界都低估了乌克兰捍卫国土的决心 高估了俄军的实力 他指出 俄军在二月围攻基辅时 乌克兰政府在两天内 就对自愿加入领土防御部队的民众 发放了两万一千支突击步枪 到了第十天 全国已经有13万人加入领土防御部队 乌克兰人是自由世界人民 有着对正义与自由的真正认知 武装部队大约有70万人 再加上国家卫队 警察和边境卫队大概有100万人 已有两个营的乌克兰士兵 在英格兰接受训练 以达成英国首相强森先前承诺的那样 每三个月就要训练一万名乌克兰新兵 而基辅当局并不担心强森下台会终止承诺 英国的协助将提升乌克兰军力 乌克兰军队先前在顿巴斯遭遇俄军大规模炮击 损失惨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最多一天可能有多达200人阵亡 雷兹尼科夫强调 乌克兰最近从卢干斯克州的两个城市 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撤军 为了是挽救生命必须做出的战术撤退 而非战略失败 他表示民主世界联手对抗俄罗斯 这场战争将会终结俄罗斯帝国 再来看第四条消息 俄军目前将所有的军力 投入到乌克兰东部地区 乌克兰军队除了奋勇抵抗俄军的进攻外 还精准攻击俄军的弹药库 油库指挥所等后勤补给设施 有消息指出 在过去的一周 俄军的兵力与装备 遭到了乌军重大打击 让亲俄人士感到不满 前亲俄民兵指挥官 吉尔金时日在Telegram频道上表示 在过去的五至七天内 十多个大型火炮与弹药库 油库指挥所防空与火炮重地 遭到乌军摧毁 显示了俄军的圣甲虫等防空设备 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没有任何作用 吉尔金声称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幸灾乐祸和不爱国 而是要质问俄军先前声称摧毁了乌军的运输系统 但为什么乌军的海马斯和凯撒自行火炮等武器 仍然能顺利的抵达作战区域 俄罗斯什么时候才能全力投入战争 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日前接受 《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到 乌克兰正在整合百万大军装备西方武器 未来要从俄罗斯手中收复南方的沿岸土地 雷兹尼科夫所说的百万大军 也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陆战专家沃特林 则认为不能单从数字上来解读 据报道百万大军从何而来 雷兹尼科夫在专访中提到 乌克兰武装部队大约有70万人 再加上国家卫队 警察和边境卫队大约达到100万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 乌克兰军队要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沿海区域 未来将发动反击 沃特林分析不能单从数字上来解读百万大军 未来进行反击的也不会是所谓的百万大军 沃特林认为通常在发动反击时 你会想要出其不意 所以公开宣布百万大军 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迫使俄罗斯广泛投入资源 来防范威胁 英国军事记者贝尔分析 乌克兰可能认为俄军将主力集中在乌东 现在是收复乌克兰南部的最佳时机 但事实上乌克兰大部分军事力量和物资被激烈的顿巴斯之战消耗殆尽 至于乌克兰是否真的准备好在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同时 还要抵挡俄军在乌东的攻势 贝尔透露 西方官员已向乌克兰高层表明 现在并不是发动大规模反击的最佳时机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来自双方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俄乌实时战报 俄乌军事冲突第138天以下消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在塞维尔斯基方向 俄军继续使用远程火炮在俄罗斯境内的不良斯克和库尔斯克 对乌克兰切尔尼格夫地区的卡尔波维奇和米克莱夫卡地区发起炮击 在斯洛伯站斯基方向 俄军继续固守阵地 并阻止乌军继续向边界推进 俄空军使用卡五二直升机 对莱布亚兹 萨尔托夫 普鲁德扬卡地区发起空袭 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俄炮兵队 迪布里夫内 马扎尼夫卡 波格罗迪切涅 阿达米夫卡 库罗尔卡 切尔卡斯克 克拉斯诺皮尔利亚 马亚克 新梅克莱夫卡的乌军阵地发起炮击 俄空军队波格罗迪切涅发起空袭 此外乌军在克拉斯诺皮尔方向 成功反击了俄军的进攻 随后俄军撤退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俄军继续炮击 塞维尔斯克 扎基提涅 塞里布尔扬卡 维伊姆卡 比罗格里夫卡 上米扬卡 斯皮尔内 质瓦尼夫卡 伊万诺达里夫卡的乌军阵地 俄空军队 塞里布尔扬卡 和伊万诺达里夫卡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巴赫姆特方向 俄炮兵队 帕索沃亚尔 别列斯托夫 波克罗夫斯基 索莱达尔 扎伊特色夫 维尔斯内 新卢干斯克 克里什迪切涅 克里什切伊夫卡 克德姆 纽约克的乌军阵地进行炮击 俄空军使用苏二五战机 对波克罗夫斯基 亚克夫里夫卡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扎波罗热地区 俄军炮兵持续队 阿弗迪夫卡 卡尔里夫卡 内夫尔斯克 马里因卡 斯里波内 诺沃米卡里夫卡 沃洛迪米里夫卡 帕弗里夫卡 沃格莱达尔 比里布多卡 诺沃塞尔卡 弗里米夫卡的乌军阵地 发起炮击 俄空军队 舍普勤科和佐罗塔亚尼瓦地区 进行了空袭 在南部战区 俄军集中力量 防守阵地 炮兵继续炮击乌军阵地 阻止乌军继续向南推进 另据乌克兰国防部 7月11日的情报显示 乌军已证实 11日成功摧毁 在新卡霍夫卡的 俄军弹药库 但俄军并未承认 俄罗斯媒体表示 乌军摧毁的是一个化肥仓库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雷哥为您带来的 所有信息 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还是希望您照顾好 您自己和您的家人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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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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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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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